同样关注的还有欧美贸易争端升级的话题 那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王周 好的 我们注意到美国计划对40亿美元的欧盟产品 征收惩罚性关税 那么美国为何又将矛头对准了欧盟 美欧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 首先来看一下德新社的一篇文章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升级 美国与欧盟一直相互指的对方 非法补贴其主要飞机指导商 此前美欧双方已经相互发出了 惩罚性关税威胁 为了维护美国的权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 拟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充清单 涉及奶制品 橄榄和威士忌有 等这样一些40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 美国将于8月5号 就最新一批拟争关税产品清单 在华盛顿举行公开听证 布洛塞尔和华盛顿的贸易争端 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计划 来自今日俄罗斯的报道指出 美国其实是在借题发挥 在与多国发生贸易纠纷 加征关税之后 美国紧接着又将矛头对准了欧盟 表面上的理由是针对飞机补贴问题 但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似乎是耐人寻味 不久前 英法德与伊朗之间的 一条特殊贸易渠道已经启动运行 该渠道正在规避美国的经济制裁 在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 欧洲的立场显然很难让美国满意 而这被认为是美国威胁 对欧盟征税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 这更像是一场敲诈行动 对于现在的美国政府来说 渴望赢得一场规模更大的贸易战 为美国赢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欧洲方面认为美国的举动 违背了所有的逻辑 一直以来 欧盟就希望通过妥协 避免与美国在贸易领域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在客观上助长了 美国扩大贸易战的野心 分析指出 美国并不想和欧洲彻底交恶 但是可能利用关税来威胁影响欧盟 这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敲诈行动 最后来看一下新加坡的商业时报 进一步地激化了美欧之间的矛盾 如今美欧在农业工业的不同的领域 各有利益诉求 美欧贸易谈判苛刻绊绊 美国希望利用手中的筹码 来重新调整双方的关系 迫使欧盟在双边贸易关系当中 向美国做出让步 向美国的产品和服务 进一步地开放市场 但是美国的施压手段 可能会进一步地加剧紧张关系 如果美国和欧盟贸易冲突升级的话 可能将冲击多边贸易体制 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美欧贸易摩擦 使双方的矛盾激化 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